100块钱的汽车与100亿的汽车有什么区别 最后一辆太离谱了 这是100块钱的车 你的童年有这么一辆炫酷的摇摇车吧 做过的同学请举手 这是1000块钱的车 三轮占赏拔车 不测时速120公里每小时啊 百公里油耗继续一捆稻草 但是感觉挺危险的 稍不留神恐怕会车毁人亡 这是1万块钱的车 这是100万的车 来自于美国队长2 乌瑞队长的高科技战车 这辆车配备了先进的自能系统 防重系统以及强大的武器系统 这是1000万的车 来自于省度女特工特身的转属小肥车 多数不数看上去挺危险的 这是一个亿的车 来自于火牌特工 表面色看是一辆出租车 其实是一辆特工战斗车 为啥要叫斩斗车呢 因为这辆车的武器系统非常强大 甚至可以搭载小型核弹 这是10个亿的车 来自于黑亿的全球追进 车上有个变形按钮 一键切换变形模式 炫富之急 这是100亿的车 直炫富纯缩列车 列车的轨道排场在地下十公里处非常的隐蔽 10秒钟就可以从北京传说到6月 速度快到不敢想象 这样的外星科技希望能够早日实现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咱们下期再见